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遵理学校化学科导师Dr.Kavanau 自从在香港大学 用了化学系博士学位之后 我就一直在遵理学校任教化学这一科 今天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化学这一科是读什么的 它适合什么同学读呢 读化学有什么好玩和困难的地方呢 最后我还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读DSC CAM 到大学选择的时候 有什么学系可以选择 还有也会和大家讲一下 在大学读CAM的话 不所业之后 出来会有什么可以做呢 由于我个人做事比较认真 以下和大家分享的资讯 知识量是非常丰富的 建议家长和学生 反复多看几次 毕竟选科这个抉择 真的非常重要 其实读化学 是要了解不同物质的成分 和学习这些成分 变成新物质的过程 做个简单的实验给大家看 我这里有一些小石 煮食用的醋 我们将醋加到小石 看看会见到什么 你会见到小石 不断地噴一些泡泡 同学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这条可以是一条 HKDSC公开试的考试题目 这里有一些橙色溶液 我将几滴这些溶液 加入混合物那里 你会见到整杯东西都变成红色 如果同学 你很喜欢这个实验 又很想学下背后的原理 我想CAM这科应该适合你读的 其中一样最好玩的就是做实验 你们除了在课室可以学到化学知识之外 还有很多进实验室的机会 对于一些比较简单又安全的实验 像我刚才做的 同学很多时候都可以自己亲手做的 如果要做到一些比较复杂或者危险的实验 老师就会示范给同学看 有些化学老师 甚至会自己设计一些视觉效果 非常漂亮的实验表演给同学看 来增加同学对学习化学的兴趣 接着就跟大家讲讲 读化学这一科可能会遇到困难的地方 先给大家看看HKDSC化学科的课程结构和考试模式 同学一共要读15个session 在公开考试的Paper 1是会考Session 1至12 这个是必修的部分 而Paper 2就会考选修部分 Session 13、14和15 这三个session各有一条长题目 同学要选择其中两条 读化学其中一个难的地方 就是去不同的课题之间有很大的关联 例如Session 3、Session 4和Session 9都有涉及化学计算 但是同学必须要先学好 Session 2里面有关物质的分类和结构 才可以开始学Session 3的化学计算 因为如果同学连原子、分子、离子都未懂分辨的时候 有时候你会连条题目叫你计些什么你都不知道 学好了Session 3的化学计算之后 同学就可以开始学Session 4的化学计算 然后再学Session 9的化学计算 一定不可以调转学习次序 因为教后的Session的化学计算 是会用回之前所有较前的Session的化学计算 为基础地继续学上去的 其实DSC CAM这科 还有很多其他课题都有很大的关联 所以读C CAM的同学记住 一定要平时都保持着很劲力 因为如果你中途学漏了一课书 之后所有的课题都会跟得很吃力 其实有非常之多的大学学系 都指明DSC CAM这一科 在入学计算方面是有额外的加成的 例如是香港大学的牙医学士、理学士、科研专才啟道课程等等 在这里我就给大家多一点资料参考一下 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大学读C CAM这一科 将来有什么工作可以做呢 有不少的父母他们都会担心自己的子女 大学读C CAM不作业之后出来的路很窄 只有很少工种可以选择 其实都不用那么担心的 因为和法学有关的工作真的有很多 我身边都有很多好朋友 他们大学读C CAM得了业之后 都找到一些和法学有关 而自己又很喜欢的工作 我在这里就分享几个我好朋友的例子 我有个好朋友 他都是港大法学系博士毕业的 他现在在一间制药公司工作 但他每日要做的事不是帮忙制药 而是每日都要阅读很多和最新研发出来的药物有关的文章 这些药物在香港是没有医生用过的 之后他就要去不同的医院和诊所 找医生解释给医生听 这些新药比他们平时用的那些有什么好 例如药效会强多少 又或者会少了些什么副作用 我另外有一个朋友 他入了政府化验所做法证 有时要去到罪案现场做些搜证和化验 例如如果有人入屋爆洩的 警察捉到疑犯之后 在疑犯的家里找到一支螺丝批 上面有一些油漆 那我朋友就要负责拿那些油漆去做化验 看看样本和案发现场被爆开的门 上面的油漆的成份是否一样 那就可以证明到疑犯有没有用到那支螺丝批去爆洩 跟大家分享多最后一个我很成功的朋友的例子 他帮一间德国公司 在香港开了一间附属公司 租了一个地方 还做了一个实验室出来 之后请了很多化验师 帮很多人做一些原材料和制成品的化验 例如可以帮Adidas 验下他们的三副原材料会不会含有有害物质 因为他在管理方面做得很好 最后还在上海开多了一间公司 又请了很多当地的化验师帮忙 生意越做越大 今天就和大家先说到这里 欢迎将这条影片分享给你的朋友看 让他们多些人了解化学这一课 如果同学想跟我学好一些CAM 欢迎接下来报读我中四至中六的常规课程和精读课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